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伤者的家族就从昨日到现在一直在病房外面等候消息 我们的心情很难过 眼睛是不信 那我们马上赶到医院 变得他们濕淋淋 什么都不知道 无线电视记者 胡力看报道 这种火警有人归咎是银行的密封式设计写到这么多人伤亡 但是银行工会主席施韦富就否认设计上有不妥 不过如果消防处认为设计上真的有问题 他相信银行是会改善 梁杰我报道 新兼汇丰银行执行董事的银行工会主席施韦富 在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表示 他不相信昨日在石结尾村发生火警的银行 在设计上是有问题 而导致职员逃生无门 至于这间分行并没有自同洒水系统的问题 施韦富相信在一般情况下 这间银行内的防火设施已经是足够 不过今次是中火案 不可以和一般火警比较 但是经过今次事件之后 施韦富表示 汇丰银行将会检讨全港分行的防火设施 包括是否有需要全部安装自动洒水系统 而销伟富又表示 银行工会方面也即将会发信给属下170个会员 邀请他们和消防署开会 检讨现行的银行设计 看下保安和防火措施是否有冲突 无线电视记者梁杰娥报导 而另外立法局议员同一个工会都要求政府修改现有的条例 加强旧楼的消防设施 而一个工程师认为 旧楼亦都可以装上自动洒水系统 奥玉美报导 我们今天去过汇丰银行另一间分行 同样发现只有一个出口并没有逃生门 银行的负责人就说不清楚银行后面这里 以前是否另一个出口 而汇丰银行就承认不是每间分行都設有逃生门 文职及专业人员协会认为 银行就算有逃生门 都未必发挥到作用的 因为我们曾经听过有些会员的反应 有部分银行的后门铰匙只是由经理负责保住的 那变成如果真的发生意外的话 那其实其他的同事是很难逃走的 立法局的两大政党 自由党和港同盟同样认为 政府应该检讨现行的楼宇消防条例 那我们没理由就是说他30年前已经符合了标准 就30年内都不会再要求他有所改进 无线电视记者欧玉美报道 另外消防处今早继续在中区的荣山大厦 昨晚发生四级火警的现场调查 现在还未知道起火的原因 陈玉宜报道 消防处的人员在荣山大厦19楼的火警现场 继续进行调查 警方在大厦的出入口采取特别的措施 今早早到大厦上班的人士要在门外排队 而警方就设置铁栏维持秩序 19楼以上是不准进入的 那换言之所有进入去这等大厦的人 都是要用这个入口 而我们是有适当的登记 登记了所有人 中区消防区长许荣说 暂时还未查出火警有没有可疑 因为烧了那些东西 我们要设计一些办法 找回它烧的形态是怎样的呢 而设计办法找起火的原因 而有些公司的职员就担心工作会受到影响 今天回不了去 有很多文件的东西搞不了的 不过部分公司就索性放半日假 去喝茶了 现在去喝茶 无线电视记者陈玉宜报道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老平说 中国政府可以在97年之前 发出特区护照给香港人 到97年7月1日之后 护照持有人出境的时候 才由特区政府概任生效 他又说希望港府可以协助有关的工作 蕭錦衡在北京报道 老平提到他最近看过 香港特区护照的设计式样 但他强调这个设计 还未最后定稿 只是透露 护照上有紫荆花的图案 而颜色就还未决定 老平说中国政府的構思 是希望在97年前 开始签发特区护照给香港人 让申请人手上 在97年前 可以拥有特区护照 但是要到97年7月1日才开始生效 并且规定 在97年7月1日前 不会在护照上盖章 直到持有护照的人 在97年7月1日之后 出境的时候 在关卡上 蓋上特区政府的人 才正式生效 老平说 由于97年前 签发特区护照 涉及一些技术问题 例如核对申请人的资料等 所以希望香港政府 可以在这方面合作 你九千年以前 发是可以发 但是你这个党啊 你是知道哪儿呢 你怎么能够知道 他是 他是 中国公民 是吧 所以我们提出来 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 反应政府能够跟我们合作 能够提供我们的资料 老平也都提到 移民外国的香港人 居留权的问题 他说 按照普通法的精神 在香港出生 父母也是香港的人 移民外国回香港的话 香港仍然是他们的原始住所 回香港之后 应该可以拥有居留权 老平说 中国对居留权的看法 暂时只是初步构想 而大原则就是 对原来拥有香港居英权的人 要尽量宽松处理 以及欢迎他们回来香港 无线电视记者 肖感行在北京报道 而英国外交部发言人 欧斯博就表示 他们还未收到老平所提及 希望英方协助 发出特区护照的建议 他说 英方曾经在过去一年 透过联合联络小组 向中方提出 希望谈过到期 旅游证件安排问题 这个也包括护照问题 英方希望能先由专家小组讨论 但是中方没有反应 欧斯博说 英方欢迎和中方讨论这个问题 发生社引述北京的可靠消息人士说 法国总理巴拉迪尔 会在这个月的27日去北京访问三日 期间会出席中法建交30周年纪念活动 今次是自从1992年 中法关系因为法国受卖战机 被台湾而陷入僵局以来 法国的高层官员第一次官式访问中国 不过法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人员 就不肯评论有关的消息 美国和中国将会就纺织品问题举行会谈 美国官员说有信心取得协议 但是就担心中国在人权方面改善得不足够 使得美国不可以继续给中国最为国待遇 陈志新报道 中国和美国已经决定 这个星期六起再就双边纺织品贸易 谈判新的协议 会议为期三日 旧的协议在去年年底戒满 中美两国曾经举行过三次的会谈都没有结果 美国在上星期单方面宣布 由今个月十七号起 削减中国纺织品入口两成半到三成半 报复中国事业经第二个国家 将纺织品混入美国 中国指责美国这样做是贸易保护主义 又威胁会报复 美国财政部官员在北京说 美国削减中国的配额 引起中国的关注 愿意采取一些行动 美国财政部官员又说 他有信心 今次的谈判最终是会取得协议 但他说 美国忧虑中国改善人权方面不足够 使中国不能够延续最维贸易国地位 他表示 财长本特森下星期到北京 和中国领导人见面的时候 会重申这一点 他说中国不应该低估美国的决心 无线电视记者陈志新报道 浙江省一部超载巴士 昨天失事跌下河 有19人死亡 26人失踪 出事的地点是浙江的瑞安市附近 一部载着50多人的巴士 在过桥的时候爬头 失事冲下河 附近的渔民立即救起其中7个搭客 当局相信失踪有26人 他们是没有一个生还的 稍后我们会报导 中国公安部保证警队97年后 没有大改变 澳洲山林大火基本上受到控制 粉丁咬死女童的两只狗 会被人道毁灭 京东廉前庵穿背皮靶高 他用珍贵中药和纯正风物炼制 天然有益 谈多咳嗽 补气养颜 一瓶搞定了 凌缺献税添富贵 家责平安庆丰年 香港九年征装纪念金帐 由英国皇家注币局精心注祭 匯丰银行独家代售 全港配额指得800枚 珍藏价值崇高 请职到匯丰银行 香港或澳门各奔行策取订扣表价 位于上海市中心 繁华的长寿路 大致名中中心区的上海维多利大厦 有商场旺铺和豪华商住单位 欢迎来临参观 展览会 这个星期五六天在中環文华酒店 蒙古厅举行 Eastern Express 促世代发的新闻力量 当你决定和屋子游游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过那种长的反应呢 是呀, 是什么游 停手了 那你自己选吧 当然用全新包装的菊花牌七游 它品质如一 颜色贵丽月母 我最喜欢的了 装修, 记得用菊花牌 菊花牌七游, 颜色包罗万有 回来新闻时间 运输师鲍文对于两间巴士公司 申请加价的幅度高于通胀 是表示惊讶 他也认为每年加仇少 是比隔几年大幅度增加票价 陈玉宜报道 运输师鲍文出席地铁公司 一个仪式之后 两间巴士公司要求 接近百分之二十的票价加幅 是大大高于通胀 令他觉得惊讶 运输厨 会详细研究两间巴士公司的收支状况 和服务改善措施 几个礼拜后 会向运输科提交有关的意见 现时的巴士公司 并没有规定何时调整票价 爆文就说 如果巴士公司规定每年调整一次票价 那加幅就不会太大 地铁公司主席马达成就说 地铁在研究票价的加幅时 会考虑有没有需要重新设立 繁忙时间附加费 但增幅会和通胀率差不多 马达成又说 新机场铁路不可以在97年前完工的话 地铁公司就要考虑增加班次 去解决尼敦道交通滞塞的情况 无线电视记者陈玉宜报道 中方指责港府要求立法局 再就新机场撥款 在事前是并没有跟中方初商 中方亦都没有同意 李伟良在北京报道 港澳办主任老平说 港府向立法局申请临时撥款 进行新机场工程项目 事前并没有根据中英机场 谅解备忘录和中方初商 也没有得到中方的同意 日后有什么问题 要由港英政府负责 他说新机场财务安排要解决 其实很简单 回到亮节北安路 到9000年 你留个特区政府250亿财政土贝 我一个钱也不要你多了 你就250亿 我不要你多一个钱 第二条 你留个特区政府的债务 不能超过50亿 老平说 特区政府50亿元的债务限额 是指具体债务 或有负债不可以是例外 老平又提到 89年前任港督韦逆信 在未知会过中方的情况之下 就抛出了新机场计划 由那时开始 英方对香港采取强硬态度 中英关系开始转差 他说如果不是因为这样 机场问题一早就可以经过初商解决 老平又说 他个人和香港过往几任的总督 关系都是很好 但由于现在英国改变了对华政策 因此中英关系 没有可能回复到84年时候的水平 无线电视记者李卫亮在北京的报道 一批港市顾问今天会见 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官员 谈新机场的问题 在会后 李鹏飞说他们是表达了 新机场是要尽快起好 以免成本上升 何掌法报道 港市顾问经济专题小组14个成员 下午到新华社 和两位副社长朱玉成 和乌兰木伦开会 讨论有关机场公司法案问题 会后李鹏飞说 他们主要是向新华社反映意见 由于机场公司法案 还是咨询阶段 他们是关注到机场公司的监管 和权力是否过大的问题 不过港市顾问都达成了共识 认为新机场的问题不能拖得太久 亦不可能在97年7月1日起好 为了避免成本上升 他们是建议尽快将新机场起好 我最重要的那个message 就是我们应该尽快 希望中方就决定能够 拿这个机场的问题解决 令香港可以起机场 对于昨天提出 两个有关机场的财务安排 他们就没有讨论到 无线电视记者何掌法报道 行政局首席议员邓延如芬就说 假如中英未能就新机场财务安排 达成协议 港府都会尽可能使新机场工程 继续下去 罗玉平报道 行政局首席议员邓延如芬在朝早的行政局会议之后 就算现在港府和中方 未就新机场财务安排达成协议 港府在可能的范围之内 仍然会继续机场工程 香港是需要一个新的机场 现在已经进展到这个地步 我认为是应该继续做下去 当然我们希望中英可以得到协议 至于中方初步表示 不满意港府向立法局财务委员会 再申请撥款兴建机场 邓廉愚就说 这个是没办法 而港府现在是提出了 两个撥款方案给立法局考虑 分别是撥款3亿 给下年度的临时机场管理局 和另外再加多10亿给机场的工程合约 而公务师尖伯洛就说 机场铁路不可以如期员工的话 将会令到已经击逼的 尼敦道完善交通增加压力 母线电视记者罗玉平报道 在北京访问的本地督察协会代表团说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田奇玉对他们说 本港警队的制度在97年后不会有大变 李伟良北京报道 本地督察协会今早在公安车的开路之下 到中国公安部和副部长田奇玉见面 协会主席周全工会前说 会和公安部谈警队的一些涵捷问题 在后过渡期的时候 可能会在警队上 譬如说香港警队 组织上各位从部长都知道 是有若干的改变的 这个改变会不会对于 譬如说香港一般的警务人员 将来的前途影响 因为组织上的问题 我们都会互相了解一下 会后周全工引述田奇玉说 97年之后 香港的警务人员 人事和制度 不会有大的改变 因为中国是有信心 落实香港五十年不变的承诺 除了今天和公安部的领导见面之外 在明晚 公安部的国际刑警负责人朱殷濤 是会以中国警察学会的常务理事身份 现请本地督察协会 无线电视记者李伟亮在北京的报导 人民入境事务处是隔于最近多了 拿假护照入境的事件 打算增加人手来对付 去荒废报得 入境处展示一些近期检卧的旅游证件 有些来自中国 亦都有中东和东南亚国家 大部分拿着假证件的人 都是想经香港去其他地方 去年入境处一共检卧到一千五百多本假护照 比八九年的时候多一倍多 不过入境处官员说 比九一和九二年 每年检卧接近二千本 情况已经受到控制 不过目前只有二十人 专门在机场里面 撤查可疑的人物的护照 入境处希望可以增加到四十人 我们要加强 我们对这些藝造证件的管制 在以前的情况下 我们不足够人手 人手完全不足够 如果能够增加到人手 我相信在两方面 都会有较好的表现出来 他又说 航空公司亦都可以考虑 在乘客上机之前 检查旅客的护照 协助揭发持艺 做证件的旅游人士 毛森林斯基姐 许方辉报导 接着是国际消息 为期两天的北约高峰会 刚刚结束 大会稍后就会发表联合声明 而外交界的消息就说 由于大部分的成员国 都反对向波斯尼亚 发动凶杂 北约的声明 亦都会提到这个立场 至于较早时候的情况 由梁泽妍报导 北约16国领袖 在布鲁塞尔 举行的第一日高峰会 首先通过了美国总统 克林顿的建议 暂时不会被前华沙集团 成员国家入 各国领袖 又签署了有关的决定 要请董欧国家 参加一个和平伙伴合作计划 和北约一起 进行联合军事训练和演习 克林顿形容 欧洲已经变得更加团结 昨日的会议 亦都谈到採取空中行动 防止波斯尼亚局势惡化的问题 英国和法国建议 北约向波斯尼亚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开放通往斯雷布雷尼策 和陶茲拉机场的通道 否则就会实施凶杂行动 不过加拿大就反对这样做 担心空袭是会危害到 驻守当地的2,000个加拿大士兵 另外 美国总统克林顿也都宣布 乌克兰已经同意 消毁境内的核武器 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方领袖 星期五会在莫斯科签署协议 母线电视记者梁就言报道 澳洲新南威尔士的山火 大致上已经受到控制 但是预测明天天气又会开始转热 当局怕着火热又会转出猛烈 所以是希望在今天 将大部分的火势都构式 由叶惠文报道 澳洲这场二百年来最猛烈的山林大火 几乎将整个悉尼士包围 消防员昨天采用一种截断火炉的方法 首先将火场外围的野草烧毁 开披一块空地出来 令山林火势不可以蔓延开去 再加上下了一场雨 令到一百三十多处大火当中 超过一半已经受到控制 但大火已经将国家公园部分的林地摧毁 那些代鼠虽然跑得快 但有不少被火烧伤 处境最恶劣的是树雄 它们因为行动缓慢 很多都撞身火海 对于这场火的损失 保险业估计已经烧了三百家屋 只是这方面的损失已经接近七千万美元 总理机庭说 政府会向每户灾民赔偿大约一千四百美元 无线电视记者叶惠文报道 在半港西贡下午也发生山火 暂时还未够息 发生山火的地点就是位于鱿鱼湾附近的山边 消防处在下午5点的时候 接到报告说有山火 消防员在清水湾道拨两条喉去灌隔 到晚6点 山火的面积已经达到一百米成一百米 为了防止山火蔓延 消防员亦都在附近的山头戒闭 袁志为 香港目前可以用的电话线路已经饱和 香港电讯管理局 打算将所有的相住电话号码都加一个字 当局还估计 在未来15年 香港是需要一亿条电话线的 所以决定在明年1月1日开始 将所有的相住电话号码 或一改为8个数字 其实是很简单的 还会只要将现在7个字的电话号码 在前面加一个2字就可以了 陆家闻 鱼龙署已决定在周六 咬死人的两只狗 要将人道毁灭 现在狗主今天决定 不会领回那两只狗 鱼龙署长基于公众安全的理由 决定这样做 由理数分布到 咬死女童的两只大单和斑点狗 目前还扣留在上水政府狗房 而狗主今天决定不会拿回它们 鱼龙署已决定稍后将它们人道毁灭 鱼龙署署长李希渔表示 他们经过详细考虑才决定这样做 李希渔又说 在人道毁灭两只狗之前 还需要详细检查一下两只狗 确实它们有没有染上风狗症 他说当狂犬病条例 在明年年中正式执行之后 就可以赋予鱼龙署署长更大的权力 作出指引去控制 有可能患有风狗症的狗隻 而在监管大型狗隻入口方面 鱼龙署会继续依据国际公营的 攻击性狗隻名单去处理 无线电视记者李素芬报导 最后是今期六合彩中了号码 是6号、8号、20、39、41、42 而特别号码是14号 各位这节新闻机报告完 就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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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養豐富的味道好,隨時喝得到 我哥哥,我們什麼時候再咕咕咕咕咕咕 你夠不夠力的? 差多點雀巢牛奶就行了 雀巢即用奶粉,駐十五樓養的牛牛 天氣報告 是由阿米加海霸標特約播映 阿米加海霸專業潛水計時秒錶 世界第一隻可以在三百公尺海底下操作的機械手錶 阿米加海霸標,結構精密,海龍佳儀 各位,雖然今天上午多雲 但到了下午,雲層消散,而且部份時間有陽光 氣溫係介乎在十七點七度至二十點三度 相對濕度就介乎在百分之七十一度八十六之間 吹和緩的東風,六點鐘的溫度是十九度 濕度百分之七十一 一齊看看天氣先生的預測 今晚和明早都會多雲,而且會有輕微的博霧 明天約間大致會天晴 氣溫會介乎在十七至二十一度 吹和緩的東風,晚間離岸風勢會比較清靜 而海水溫度是二十度 只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會稍微清涼 再看看天氣圖 一度高壓積正作為廣東沿岸維持著一股偏東氣流 然後看看各大城市的天氣概況 北京明天會有博霧,上海會有雨 漢城活都會有博霧,而東京會下雪 澳門明天會有博霧,廣州會下雨 台北會天晴,馬尼拉會有咒雨 而曼谷也會有博霧 新加坡和吉隆坡明天會有雷布 星年會有咒雨,墨爾本會天晴 而瓦加達到現在都沒有詳細的資料 溫哥華明天會有咒雨 多倫多會有雪 紐約會天晴 三藩市和劉杉磯就會天晴 倫敦明天會有咒雨 巴黎也會有雨 而法蘭克福就會天晴 今晚的天氣報告完畢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天氣報告 是由阿米加海